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職工民下午在維園集會 包括來自勞工、婦女、教會和學生等近60個團體 有近千人參加 接著隊伍在三點出發 經銅鑼灣、灣仔又到政府總部 主辦單位要求最低工資定在33元 另外要求政府減少工作外判 保障勞工權益 今天同時是首次訂立的國際家務工日 在隊伍當中就有這班家務工人 即是你會低 通常是如果說整個月是六個小時 但六個小時其實平均如果要新的 即是五元去不到五十 不過他就有一個幾十元 他們期望各地的勞工運動 將訂立家務工公約 納入為勞動節主要爭取議題 遊行隊伍在五點多到達政府總部 最後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 之後結束活動 立府議員李卓人就擔心 如果最低工資定在低過時薪33元 未必夠養家 又說會繼續爭取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強 下一步就是會發起一個運動 就是要公時規管的運動 因為根本我們已經落後了全世界 在這方面的立法一個世紀 我們要求就是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以上就應該是有加班補水 希望給我們打工子女 是可以回到家庭 聚家庭浪 有空間去培訓 有空間去身心健康 但現在沒有的 現在工人是有開工沒有放工 做到殘殺的 我們跟著那一步就是會爭取公時規管 和集體談判權的 老公克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強調 最低工資實在必行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會以持平客觀的原則 提出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香港天樂記者文家號報導 成功 會有名的 二十五 八公 八公 一 八公 一 八公 八公